一类的舞者 不要夭乱 不夭乱 走脚零 他的手 回来 翼龙级上一场比赛到现在 接腿摔但是没成 呃 开始就非常的激烈 今天这两位选手都是抗击打能力极强的高者 但是他命运是雷同的 都曾經在擂台上刺殺多時 但曾經在擂台上受到挫折 翼龍是去年 兩個人驚人的相似 對 都是被關掃DKO了 翼龍是去年被吸力塞告了DKO 那這個狼王是被三大拳館的泰拳好手 給KO掉了 好 接下來漂亮 沒成 翼龍 今天給我的感覺 還是 他是很有感覺的 對 翼龍其實 就只能維持他的一個怪的風格 到 翼龍因為他力氣大 然後角度 跟一般的選手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高掃 翼龍今天的啟動比較快 翼龍現在是 注意對方的高掃 注意對方高掃 注意對方高掃 吃了一腿 小心小心 話音剛落 我的天哪 太緊張了 對 翼龍現在要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不要著急 還要做個防守 翼龍看起來吃得胖胖的 但今天的爆發力還是有的 對 翼龍今天的進攻依然犀利 翼龍要注意 轉出去 不要給對方進攻的這種距離 熙熙 小心 對方有一個後高掃 一個後高掃 翼龍還沒找到重擊的機會 翼龍一定要注意對方的後高掃 是 注意對方後高掃 全要拿起來 現在翼龍好像體能下降了呢 對 而且沒找到這拳法的準心 注意對方後高掃 全要拿起來 有 有 好大 是 有 注意對方的後高掃 是 糟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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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度还是不够